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Villian 是这个节目的主持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 请到了斯坦福大学 艺术和艺术历史系终身教授 谢小泽为我们介绍 他的作品和他的创作 下面我把这个时间交给谢小泽教授 感谢他来到我们 《潇洒星期五》沙龙讲座 也希望大家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晚上 请大家多看 我可能说的会比较少 除了是比较 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 关于作品的上下文 一些基本的信息 我会稍微讲一下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这个问答期间 再来讨论 我开始就 那个 share screen ok 好了 我这个 它这个界面稍微有点不同 在新的屏幕上 我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疫情期间 创作的很少几部作品之一 这一件叫 意大利 2020 这个标题大家可能可以想得到 这个是当时 当时这个意大利疫情 非常严重的时候 我经常想起来 然后我呢 找到以前 去意大利 以前的时候 拍了这么一张照片 一张其实像素很低的一个 一个snapshot 然后呢 我画了这么一张油画 这个尺寸呢 是大概一米乘一米五左右 这个画就是这么暗 那你看这个 仔细看呢 在暗部 你大概可以变成出一些建筑的一些细节 那么我就是希望大家 我们都尽快走出这个 疫情的这种压抑感 走出这样的心情 我先回顾一下 我的这个作品的几个主要系列 比较早的一个系列 就我92年来到美国之后 试验了一些不同的题材之后呢 我找到了一个能够长期吸引我注意力 一直坚持下去的这么一个业呢 我老家汕头教了一年书 然后92年到了美国 那我比较持续的这个系列 是从93年开始的 所以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 那么作为图书馆系列的一部分呢 中国图书馆系列 因为中国的现状书有它特殊的这个形态和感觉 那个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回国 后创作的95年开始 在后来的这个简单的一个详细 不断的这个扩大 再有2005年有博物馆图书馆系列 其中有包括纽约的摩玛图书馆 纽约的这个大都会博物馆 还有加拿大的安大列审美术馆 有很多中央机构的图书馆 那么最早的这一张是大概也是你多长的这么一张 开始这些图书馆系列它都是黑白的 以摄影为基础 然后呢也不是一眼就看 你可能首先看到的是 好像在你面前有一堵墙 这个平面的一个构架这样 或者是有点像重复的 有点像墓碑啊 或者像这个locker 这个这个里头装这东西的箱子 但是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 所以呢我一开始画书 并不是说好像有一个一个主题 说是这个把书作为只是啊 文化的一种象征来加以这个这个歌颂等等 一开始这种视觉的这种吸引 我不知道当时是在画这个是什么意思 所以有时候画画呢 它可能显示一个比较具体的 或者是特定的这么一个含义 后来我自己回头看啊 因为我学建筑学了五年 我离开建筑去做绘画的时候呢 是实验了一些比较表现性的 就是比较自由的这样的风格 后来这个从这张画开始呢 我发现了有不足不足的 建筑的那个那个训练啊 在我潜意识里头发生作用 这个其实呢是 与其说是一个一个进入画 或者说它是一个几何抽象画 或者二字兼而有字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这次说一张画 我自己对自己觉得很重要 就是它是介于这个摄影和绘画之间 借用了摄影的这个语言 因为摄影本身它非常稳静 感觉很客观的这种意思 但是呢这个绘画本身 大家认为是有感觉要素的 是比较就是有可能是比较抒情的 那这两个东西如何揉到一起 把两个矛盾 刚才那个是图书馆二号 就是第二张画 也是我在美国 来美国以后第一次获奖的话 那么这个是 大陆会 这个是摩玛图书馆 其中一件 长度大概是两米左右 大概一米左右两米 所以你想象这个画本身的尺度呢 比食物是大的很多 你感觉可以在画前面走动 它有一种建筑感 也跟这个人的身体 可能有一种就是physical的这种interaction 摩玛图书馆这个系列 一般色调都比较冷 因为是属于那种 就是大机构的图书馆里头的 这个日光灯啊 它一般就是偏点绿 有点绿调 非常冷静 那么它的这个 我的风格呢 也受到题材的一种微妙的影响 也就是说 这些是关于现代艺术的图书 它是很抽象的 它有建筑性 就是非常的冷静的这种感觉 那么每一组画 我现在所给大家看的每一张画 可能都代表它整个一个 或者两三张画 是代表一个更大的一个系列 它可能是一整组作品 所以要把整个呢 把作品做一个整体来看 从找出一种线索 这个是大都会博物馆 图书馆 这一张也是很大 大概两米多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书籍上 有Durre这样的名字 那么大家知道它只是 如雷贯而的这个 德国大艺术家Durre 那这个在这张画里面 我比较少见的用了比较新念的色彩 带有一点细剧性的用光 这个是洛杉矶公共图书馆的长书 那么我的方法都是这样的 不是说自己去买一些书来摆 按照我的构图来摆 而是到一个图书馆里头去 找到这个书架上 它现存的那个一堆 或者是排小一排 那么我用相机给它记录下来 就是在现实里头 要截取一段 并不是在构图 就是不是传统的compose 是一个capture 是一个 它隐含着一个现成品的代言 就是说是 它我们或者是发现的 而不是自己玩造出来的 那这一章你可以看到 我还挺重视这个背景的那个构架 包括层层叠叠的书架 后面透出来的光 那么整个呢很灰 就接近中灰或者冷灰 那其中有几个亮点 让我想起这个 可是月亮啊 或者是太阳这样的自然的东西 它是如果我用漂亮颜色的话 那我可能用的很令氏 有人说 西末如今 我可能是一色如今 这个是中国图书馆一号 这也对于我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件作品 这个是1994年年底 我回到第一次 有机会回国以后 拍摄了中国图书馆里头 就是汕头图书馆里头的长书以后 回来创作的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开始用色彩了 这个是95年作品 所以呢 开始用 原来是黑白的 那么开始用色彩的话 用了一个红底子 你看这个红底子 从这个画布的左下角透出来 好像一种隐隐的有一种威胁的感觉 那你看这个中国现状书是平着放的 你看它的侧面吧 这个重组斑斑 然后能看到这个墨基啊 就是当那个字或者那个线啊 一直印到纸边的时候呢 它在侧面会形成一些 一些这个像波纹一样的 像声波一样的这个抽象图案 那么我发现这个非常有趣 有些话呢 大家觉得有一点风景的感觉 这个是 刚才是中国图书馆一号 这个是中国图书馆55号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到现在已经是有70多件作品了吧 这一件呢是2米5乘2米5 在我的宋庄工作室 刚刚完成的时候 那么这个是一个特写 一个拉近的一个特写 你看到 已经被磨损得很厉害的 这个书籍的侧面 那么有一点 其实有一点像洞窟 像这种感觉 或者断崖 这个侧面上你可以隐约看到一些 一些可以辨认的这个文字 你看靖南北朝 这些是 所以我在猜测这些可能是 一些历史书籍 那么这看起来就像历史面目一样 是模糊不清 那这样看 每一张画呢 就是都有一个构图的一个特点吧 这个是强调水平线这种 像波纹这样的像倒影这样的感觉 我是希望把不同的东西揉在一起 就是绘画不说 写实的就一定是写实的 抽象的就是抽象的 截然分开 一张画它可能是写实的 它的出发点能写实的 那么它可能动用了抽象的一些手法 这个是我在几年前有机会去 回到我母校清华 然后呢 我在这特别感谢一下这个清华图书馆的馆长 高宣先生带我看这个清华图书馆里头 他珍藏的这个抗日战争时期 就是在战火中倖存的这些 一些部分被焚毁的这个书籍 当时因为清华是整个学校南迁 那么途中遭到日记轰炸 损失的大部分的长书 那么有一些书呢 已经表面啊侧面啊 已经稍微都不成样子了 这个作为历史的这个遗物呢 被保留起来 结果当时呢 高馆长允许我拍了一些照片 鼓励我做一些创作 后来就做这么一组画 我只带给大家看这么一张 我另外一个题材呢 是关于报纸 也就是说这些都书籍报纸嘛 都是人类历史啊 文化啊 思想的一种记载 历史我们可以说是 这个历史的第一个草稿 那么它是一个 微观的历史 它是它无所不包 有时候可以看到大的事件 跟这种所税的杂事 像像说股市行情啊 这个普告啊 新生额的这个名单啊 等等混在一起 它是无所不包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我从2001年呢 图书馆这个书一直没有停 那报纸是在01年开始的 这整个系列叫Fragmentary Views 就是片段视角 那我的视角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还是在图书馆里头找到现成的这个堆积 也就是说图书馆员他可能把这个某一段时间的报纸 比如说这两个星期也好 一个月也好 把它折叠一下以后呢 就按照时间线啊 就堆在书架上 那么你从报纸 你从这个这个 这堆报纸的侧面看呢 你就看到折叠的这一块 折叠的这一部分呢 会看到一个新闻图片的片段 那我这张呢是2003年的 2004年作品 但是它的题材是2003年的伦敦时报 当时呢 伊拉克战争正在进行中 你看见那个最上面的那个图呢 是伊拉克平英的手 他们在抢夺救援物资 往下看呢 有美军的这个 你看那个冲锋枪啊 那些军装和这个子弹带子啊 往下是日夜轰炸巴格达的 这个壮观景象 你看看报纸 你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呢 真的是让你无话可说 到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 能够让你觉得震惊了 那这张画呢是 我记得很清楚 60乘86英寸 那就是大概是 60是1米5乘以2米5 6左右吧 这个是我被复制的最多的 被发表的最多的作品之一 当时我在 04年在纽约 做各展的时候呢 纽约时报 艺术版的这个头版 刊登了这件作品 还有一篇展品 这个是前几年的一个 大概有八年前的一个作品 也是《伦敦时报》 那么这张呢是 好像是不同的人脸组合的一个蒙太奇 从这个很紧张的这个士兵的脸到这个小孩这种天真的眼神 还有笑脸到这个抗议的这种愤怒的拳头和嘴 这些不同的社会不同的表情呢 被集中到一个很有限的这么一个画面里头 非常密集 而且他们互相偶然的碰撞在一起 所以当时评论家在写我这个作品的时候是这么讲的 他说看我这些报纸的绘画呢 就像是遥控板在看电视 不断地在换台 那么这个我认为描述得非常准确 再提醒大家一下 这些不是照片 这些是我的手回的油画 一般报纸这些画尺度都比较大 尺寸都比较大 因为那个要太小了 那些小字就没法写 那些字都是手写的 因为关于这个中东动乱的 当时利比亚等等 种种动乱 是非常紧张的 这种 这字批画在批评上面 好像是得到不少注意 但是仍然有不少人不太喜欢 因为觉得很满 很乱 很紧张 那怎么办呢 现实生活就是这样 我另外从2007年开始的另外一种就是 关于这种就是新闻媒体里头 各种信息碰撞重叠的这么一个一组画 叫 BOTH SIDES NOW 就是正反视角 意思说每一张画都是从一张报纸现存的一个版面 截取一个局部 那么这个版面你如果拿一张报纸这样对着光看 那么你会看见 你会看见这个报纸很薄 看见背面的这个图纹透过来跟正面的重叠起来 好像形成了一种一种复杂的这么一个图案 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正好是跟这个媒介的不同声音 给我的这种感受 还有世界繁杂的各种事件同时发生这么一种感受 那么你从这一张画里头看 这是Hallow Tribune 就是纽约时报的这个国际版 就是纽约时报的这个国际版 除了这个纽约时报的logo啊等等之外 还有一些这个大标题和文字之外呢 你看见在一个集中的这么一个空间里头 有好几种文字 我们有英文很显然的 还有中文 看见友谊那个吗 当时是因为北京在办奥运会 那么底下呢 有这个伊斯兰的文字 然后呢 有两个不同的主要的这个宗教 你看前面是显然是伊斯兰教的一种一个思维游行 那么背后有一个教皇的这个黑白画面 那我画这些画都是麻烦 都要这个先画报纸背面的 而且是正背面的组合就是现存那张报纸 我都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每一张画啊 它是不是我编出来的 而是现实就是这样的 背后呢是背后这个图像 当然在我画里就成了左右就相反了 那么再造一层 画完以后呢再造一层这个半透明的秉析颜料 在上面再来画正面的这个图和纹 那么这个整个过程非常复杂 劳动量也非常大 这还有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 就是他提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地方 你看西藏啊 然后这个游行好像是在欧洲发生的 还有北京 然后纽约 这个呢是一个大家如果有时候看报纸的话 知道这是那个Financial Times 金融时报 因为它的报纸是偏粉红色的 那这里头呢是有一个警察跟示威者对峙 发生冲突这么一个画面 那这个色彩显然我是夸张 它这个冷暖对比呢在原报纸就没有那么强烈 然后这张画 这个新闻图片我画的时候 我发现非常像一张宗教画 所以我绘画的历史呢还是念念不忘 这张也是同时提到各种不同的地方 你看开罗的这个示威抗议 日本的河泄漏 那么背景是背后是什么呢 远远透过来的是当时这个中国盲人活动家陈光诚的一个头像 当时呢大家是在游行 呼吁释放他 那么各种事件重叠在一起 这是巴黎的一个事件 这张非常大 然后呢是巴黎的郊区的固特异工厂 关闭的时候呢 这个黄暴警察区维持秩序 你看他们盾牌上被那个西红柿鸡蛋炸得稀里哗啦的 那这个本《杀稀里哗啦》这个景象呢 对所有的画家来看也是非常有意思 除非这个题材本身有意思 它这个视觉上很有意思 有点像波洛克的颇彩画 其实呢我也是找到一个借口来画一张抽象画 那么回到这个书 我画那么多书呢 有人就有一篇文章呢 就把我叫做书虫 有些朋友呢就说我是钻固子堆 那么我都通通照单全收 当时呢我也是因为钻固子堆嘛 我的历史很有兴趣 我就是创作了一些根据历史事件 为题材的这个作品 那么跟书相关的呢 这个是叫order 就是秩序 这个副标题是红卫兵 也就是说这个挂轴啊 这一张画你站在前面的 有两个人 两个多人那么高 十三英尺高 然后这个挂轴上画的是文革期间 一片狼藉的这个图书馆室内 你看见那个书架 然后下面呢 地板上全部是这个被破坏的 就可能很快要被烧掉的这个书 这种混乱 但是呢在这个挂轴的上面呢 三排钢板 这个每个钢板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钢钉 它们焊在一起 然后这个钢钉呢是穿舌住墙 整个钢 每一个钢板呢是悬浮在这个画面上面 这个是除非 所以当时我们作为中国人都很熟悉这样的句子 毛主席说的这个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还善于建立一个新世界 是这样讲的吗 那么这个新世界是怎么样的呢 整齐怀疑 这么完美 这上面喷的是红漆 那这个是我对这个革命概念的一种怀疑 革命是不是永远是一种进步的形式呢 还是有时候它是破坏性的 那这个您看见钢板的侧面 每一块钢板大概是这样 这么大 所以还蛮大的 这个有几块是没有喷上红漆 它是很工业的感觉 这个红漆 这件作品 这件作品 一般装置是很难被收藏的 这件作品呢 是现在在这个 尔里冈大学 Snitch Museum Snitch美术馆里头 在永久收藏 前一整天摆出来 跟一个有关文革的这个展览放在一起 另外一件关于这个 焚书的作品 这是一件我96年的装置 叫纳翠焚书 那么这个很复杂的一个作品 其实是我研究生毕业创作 当时呢 在达拉斯展出以后 已经在报纸上有很好的评论 这个装置由三个巨大的树苗组成 三个巨大的树苗 还有六张小画 还有一排一排的这个铁道长钉 就是很大那种钉子 秀极斑斑的那种钉子 这个三张树苗上面 它是屏着丙溪画的 画在很厚的纸上面 这个三张树苗画的是 纳翠焚书 关于有关纳翠焚书的 历史纪录片里头的这个画面 那个火堆的画面 那个六张画里头的每一张 是一个书在空中翻飞的 像一个肖像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每本书好像被保护得很好 用这个厚重的金矿保护得很好 但同时又受到这个 矿外的这个火焰的这种威胁 那这个我对书籍 对这个就是審查制度的兴趣呢 从90年代就开始了 纳翠焚书是95年作品 红卫兵的那件是99年作品 那么我从2012年开始一个大的创作计划 就是中国禁书史 就是那个计划 主要集中于中国古代 还有就是民国时期的 近代的一些这个禁书 那这是很大的一个题目 我呢在17年冬天到18年7月 在丹佛艺术博物馆做了一个个展 一共有八个月的展览 那么这个个展有两个厅 这个是展绘画的那个厅 展出的是中国图书馆 不是就是图书馆系列的 其中包括中国图书馆的一些绘画 还有一个录像艺术 在这个右边那个斜墙上面 我们现在看不到 这是绘画的里头的一张 这张呢是中国图书馆第57号 展览完毕以后呢 当过美术馆收藏了 这个是另外一个厅 叫保险师 保险师盒Fuse Box 就是很实验性的这么一个空间 那么作为个展的第二部分 那第一次推出 从12年开始了 已经持续了有好几年的这个 这个七八年的这个禁书 中国禁书史计划 它其中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远处那个墙上面的这个 中国古籍 就是古代禁书的这个照片 它是这些都是摄影 当然呢我在这个计划里头 我已经拍摄了107种禁书 108种禁书 然后这里头挑出来 我挑出来的只有13个书目 其实是看到的 这是我的创造计划很少的一部分 右手边呢是一个两层的玻璃柜子 是从这个 从这个 20世纪20年代 30年代就是民国时期的 近书像鲁迅 毛顿 郭默 若彭子 高尔基等等这些 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作家的作品 那么到近代的这个作品 包括列永烈 我还会提到它 这个右手 这个是实物 就是说现在呢 当代艺术里头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了 就是不管是画一张画 或者做一个雕塑 它很多时候是动用各种各样的媒介 动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包括空间 声音 那么这个可以把不同媒介结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环境 那么这种叫装置艺术 那么我用这个书 用实物摆起来 这样的形式就是装置艺术的一种 为什么分上下两层就是 Orivo有一个片段可以解释一下 现在就先不说 右手边呢是 右手边那个屏幕上是 这个进俗计划的第三个组成部分 也就是一部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大概是45分钟 我没有时间来看 我给大家摘了几个段落 是两三个的段落 一个段落只有一两分钟 大家一会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摄影作品 那么这个摄影呢是 当时呢我是主要在北大图书馆 和复旦图书馆两个古籍收藏 非常丰富的图书馆里头 拍摄这些在明清曾经背进的书籍 那有些像我这个时间线呢 我就没法往前推得太远 你比方说秦始皇分书 那个分书那些书目是什么 那我们知道一些 但是那些原本可能就找不到了 连宋代的图书现在就是 国家博物馆里头都没有基本 都是属于国宝级的东西 所以明清的这个历史还是比较清晰的 那些实物也还都在 那这些书呢是这个拍摄 印出来的是圆大 就是跟那个物体一样大 一比一的比例 你怎么知道呢 我拍摄的时候 在下面放了一把尺子 一把钢尺 那么你一看这个钢尺上 是十厘米就十厘米 或者英寸的话就是英寸 那这个是起到一个确认尺寸 确认尺寸的这个作用 那么从概念上来讲呢 你把尺子放在哪 当时的尺度是什么 现在的尺度又是又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如何来看这些 当时有争议性的 甚至认为这个荒诞不经的 甚至不道德的这些书 那这里头古类书籍背禁的原因 有很多像这个有政治原因的 种族原因的 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 明末清初的时候 很多文章写的文字呢 是怀念前朝的这样的文字 那属于政治上出了问题 那这个要尽 那么还有这个社会原因 论理道德原因 有一些是属于是这个 银词宴取 这些东西不能来毒害公众等等 还有一些是说 一项兵书地图 你是一定要尽的 因为这些东西 如果落到老百姓手里 这样的知识可以拿来造反 所以是职门皇家有 还有这个所谓称为天文 这几个字都称为很难写 这两个字 天文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像河图落图啊 推背图啊 这些我们用现代来说 就是带有明星色彩的 议辞为来啊这样的 战谱类这样的书 那么这些也是认为 因为他有时候会预测这个朝代的新王 哪个皇帝愿意听这样的话 绝对是要历朝历代都要进 那这个呢 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六张图片 是代表一个书目 是金平梅 大家都知道金平梅 因为有什么背景嘛 有没有读过的大家 或者读过一部分 这个书啊 其实是这个羊羊大观的这个三十二册 你看第一张图片左上角 它是一共四寒 这叫一寒 就是一个盒子嘛 叫寒塔 每一寒里头呢有八册 四八三十二册 那里头就是连篇累读 这个这个各种各样的春宫画 丰富的不得了 当时我在北大这个拍到以后 我还问有没有 是类的这个这个东西 他说不是那个图书馆员跟我说 不是有金平梅了吧 我说那还要其他的这个 其他同一类型的这个作品 更全面 他说影响不太好 所以就没有能够拍到很多 但这一部清代康熙年间 木刻的这个版本金平梅 是非常的这个精彩 它的这个插图很棒 这个是其中的一张 是有一些春风画咱们赶紧过 还有另外一个我最喜欢的这个书目呢 就是《牡丹亭明堂贤主》的这个名著 其实后来也是作为戏曲 戏曲的话呢 被演绎在舞台上 包括还有这个现代版的 所谓现代青春版的 这个牡丹亭等等 前部9月的纽约演出 这个呢 是明万力课本 明代的这个插图风格非常漂亮 它的这个字就是文字的这个仿送体 那种长条的也特别的elegant 非常好看 这个是我在美学上 就是特别喜欢的一个书目 那你看这个大家能不能认出来 是游园金梦 那个大泡泡 这个就是主人翁杜丽娘 在梦中遇到书生刘梦梅 这么一个情节 这个是悲曲继续的这个高潮 也就是回生 这本书叫《黄魂记》 什么叫黄魂记呢 就是在故事的最后 杜丽娘为了爱情 从死里护佛 和这个书生结合 这是非常美丽的故事 那么在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这一本是推背图 它是清代的一个手抄手绘 全部是没有版的 非常珍贵的一个版本 推背图这个东西就是玄玄乎乎的 你看左边那个 它一般是有一张图 那么这个画呢 就画的本身就叫人摸不着头脑 你看一个女人躺在地上 有山有马鞍还有一个路 那解约就是 右边的那段诗是 好像是来解释 interpret这个画面的意思 那经常我一看 经常是越说越糊涂 本来这个画就不好解释 再加上这个书就变得更加 叫你不知所云 这个是明代思想家李治的名著 《长书》 那么《长书》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他当写这个书的时候 到年老了 让家人啊 他门生啊 就说这个书啊 可要好好藏起来 不能让别人看到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他知道这个是 传统的这个学术啊 传统的这个道德系统是不能接受的 属于是挑战的 这个现存的这种理学的 所以他知道是必须要藏起来 那这里头有什么内容 很多就是褒贬古今人物啊 说是不能 我们不能以孔子是非为是非 就是说不能说孔子说什么都是对的 还得有我们自己的评判标准 是吧 怀疑的精神是非常好 但是当然接受不了 那么他还提出这个概念就是 就是他认为应该是 顺天理从人欲 欲望呢是这个是合理的 是合法的 那么他提出人呢必须有同心 也就是像这个像小孩那样 天真无邪的 还没有受到污染的 这样的一种 一种品质 这种心 一个人的一个本质 那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跟过去 跟神主理学讲的这一套呢 不太一样 那另外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姊妹篇呢 那就是李志的这个焚书 他自作武嘛 就是李作武 这两个版本都非常好 那焚书呢 他就是告诉后人这个书是要烧掉的 那你看看这个把他这样的著作放在一个中国禁书史里头 是非常的有非常重要的这个这个书目 这个是传山遗书 传山嘛就是王传山 就是王夫之 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著名思想家 这个是顾燕武的日之路 手抄本 你是看这个书法呢 就觉得自己练字还差得很远 有些字面特别小 读节啊这种读者的他的这个心得啊 他写在边上 这不是顾燕武本人抄的 这是他后人就是清代的人手抄的 这个顾燕武的版本 这本书很有意思是那个胡适 胡适先生啊 赠送给北大图书馆的 那本书前面还有胡适的这个这个题字 我有机会给大家看 这个是庄志 第二部分庄志里头的这个民国部分 那你看民国部分 那个左上角看到社会主义 列宁主义概论啊 有一些唯物史观的东西 那都是这个 这是跟马克思主义相关的 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思想基础啊 哲学基础啊 那么你要看到 下面的就是鲁迅 他的著作还有他的意图 武逊矛盾活没弱啊 这个 蒋光石啊 等等这些牛汉啊 等等这些人的作品 在右下角你看有很多这个 民国时期的事情 这些人的情书 这个为了越近 旅近不止 大家 人民群众就 需要这些东西 那么我在 最近的一个 个展是在 纽约亚洲协会博物馆 Ager Society Museum的一个展览 这个展览也是结构上呢 跟丹佛的展览差不多 一个是 一个是图书馆系列的这些油画 那么还是一些摄影 在 Ager Society 我展出的数量稍微多一点点 到现在呢 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一个更大的空间呢 能把这个 中国近书是好如烟海的这种感觉 给表现出来 这个是 他另外用的柜子就不一样了 就是这个每次都会 每次都会很麻烦 我要自己去摆啊 按照时间线啊 按照作家来摆 还有按这个 原来的上层是第一手资料 也就是原版 背进当时或者背进之前 出版的这个原版 下面呢是后来的再版 因为有进到就进绝了 就是当时的东西找不到了 那是为了保证内容的这个完整呢 就是找到后来的这个版本 那么Ager Society这个展览呢 是这个柜子比较短 比较少 所以就展出的数量就少了很多 当代那部分就去到了 这是从这个 现当代禁书的 这个装置的房间走出去呢 后面是这个我的一个作品 这个我的一个作品叫 Trangents 就是瞬息 这么一个录像作品 是书在空中缓缓翻 配着这个鼓琴音乐 这么一个作品 那么这个也是时间不够 我没法给大家这个详细介绍 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那么这个是我近期 是我近期两个比较大型的 以这个研究 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这么一个创作项目 我第二个呢是敦煌长经栋的这个长卷创作 还有多媒体啊雕塑等等 这个呢就是说来话长 我可能今天就不说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很快看几张图片可以 那我现在可以这样 我呢放两段我那个 中国金属史的这个 纪录片里头的几个片段 这样子比我在这里说 可能更能够让大家感性的这个 了解我的创作过程 好的 接着给大家演一点电影看看 OK 可以了 这个是45分钟纪录片里 有几个很短的段落 大家 有声音吗 有声音 有声音 有 有 下 下 我先去一趟,你先去一趟,你先去一趟 您是不是从那个私人藏书里头前批买的 肯定是按重量买的吗 不会啊重量 重量怎么买这个书啊 重量里面人家要到肥肥会生产去收了 我三块钱一斤 三块钱一斤 我跟你说二十三分 一千 这个是一共不能拆开吗 那我要其中一部分也不行吗 这是我在上海逃书的经过 你不是一个good negotiator 你没有跟他砍价 just kidding 我今天特意要放一段我访谈作家叶永烈的一段视频 叶先生当时我找他的时候特别热情 对我这个创作项目帮助很大 所以我对他是特别感激 叶永烈先生今年5月15号去世 所以我借这个机会表达对他的这个感激和怀念 这期间几乎中国出现了书荒 大部分书都不能出版 当时被称为叫做风思修 这个大帽子封建主义的一大批的古书都不能出版 这个资本主义的翻译小说 修 那就是很多创作的作用 就是像我来说 就像《死亡个为什么》 这种书当时也是被禁掉 而被列为独嘲 受到批判 我个人来说就因为是大东朝 《死亡个为什么》的作者 遭到了抄家 然后就吓死了 等我去看下毛泽东来整整三年 现在倒过来看当时的 批判的这个小册子和漫画 觉得非常可笑 一个比如说为什么 太阳为什么有黑子 在无关当时当中 太阳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 说红太阳 我们心中最红就是红太阳 红太阳怎么会有黑子 这个就说攻击伟大领袖毛泽东 那么文革的时候呢 很多书被禁了 书店买不到 但是我父亲呢 因为他是一个 原来叫渡口县 叫潘子华市 我父亲是最早的 第一任军队的头号领导 可以有一些特权 然后我拿着那个 我父亲的书卡 就是可以购书的卡 我去外文书店购了一批书 当时给我一百块 我购了三十几本书 都是禁书 所以我的书我都不敢外借 借一本永远还不回来 文革还是都在小学 这个以下来我们就不为了时间关系 我把收集来的这些图书呢 分成上下两层来摆 上面一层呢 是这个在背景之时或者背景之前 出版的这个原版图书 也就我说的第一手材料 他们有这个历史物贞的价值 那么有时候这些书并不能找到 所以我就找到这个后来再版的这个出版物 或者相关的一些这个参考资料 还有呢就是在中国大陆之外 比如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这个书 把它放在第二层 那么我希望是这个上下两层 他们结合起来呢 能够讲述一个思想进步的这么一个历史 我这个创作计划的背后 是中国两千多年浩如烟海的禁书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 焚书坑书的时代 在这个漫长的岁月中 因为遭到禁毁而亡秘的书籍 何止成千三万 而且再也找不到任何的重迹 我现在所能找到的 仅仅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 这些固执堆 这些沉默的书 它包含的是思想和言说 这些看不见的无形的东西 还有他们背后的故事 其中的哲学上的宗教上的政治的历史 社会伦理和种族 等等错综复杂的背景和原因 禁书的历史包含着一个不断的挑战 又遭到反复的禁锢和控制 又继续挑战的这么一个过程 我想历史正是在这种反复中 缓慢地向前推进 太满了 我觉得要不然就这样 就留一点那个 我那个一个网站上有一些 常情弄的这个项目的这个照片 是这样的一个 我先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打开的 你看那个中国古籍是这样 首先有一个含套 像一个盒子是吧 可能有一个像 两个象牙扣扣起来 然后把象牙扣解开以后呢 就把它把它这样打开 打开之后你就看出一函里头 比如说是八侧也好 四侧也好 是吧 一本一本的 然后我再把这个书翻开 那我当时拍摄的时候是这样的 我把这个含套打开以后呢 就把它平放在这个背景上 所以你所看到右手边的那个纸板啊 是你所谓的小桥啊 那其实就 有两个小纸条 我就不知道那个 就是因为一般您的都是很艺术的 但是这两个好像就是 感觉是随便放到那儿的 不是 它是原来那本 那个书目它的含套啊 是什么样 我打开以后我要放平 所以你就看到左手边有一个 有一个纸板 这个纸板可能有个蓝边 这个蓝边就是这个 含套外边的这个蓝布 一般是蓝布 有时候是灰色的 有时候是各种颜色 有时候是有点花的 这个绣的东西都有 那你看到的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我把这个包装啊 包装本身 就书籍的本身 这个包装本身 也是作为作品的一部分 那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木的 木含套 像那个李治的坟书常书 都是木头的 它不是用纸板夹着的 是用木板夹着的 那你会看到左边有一个木板 带着那个棉线是吧 然后那个木板上面可能还有一个标签 写着北大图书馆啊 那个 那个书号啊什么的 所有这些过程 包括有时候图书馆的长书章 都很重要 它是说的一个 它是说的一个 有关于这个 ownership 就是这个食物的流转的过程 它经过什么人的手 像胡适的那个题字等等 所以它是你所看到的 不是我特意加的为了构图需要 都是原来那个原物的一部分 那其实呢话说回来 这个含套呢并不是古籍传统的状况 而是现代的一种保护法 做的含套 但做的还很美观 这个呢是含很多 含套是后来加的 过去在这个 在这个 更早的 古籍 就是没有的 那第一个就是很大 就是我还在思考的问题 下一步往哪儿走 那现在呢 那个像 敦煌常经栋那个创作计划呢 是在往雕塑啊 往这个多媒体装置 这方面去推进 而且还有一个 是公共雕塑 它是从这个 从这个作品都延伸出来 然后跟这个当代的 硅谷的这个科技啊 这些想法呢放到一起 它融到一起 所以呢 我想 这个对您容易 因为你是从 architecture这边转过来的 所以那个有很多的东西 都可以做的是吧 嗯 对 其实我对历史的兴趣 不是 不是对某个 断代时的这个兴趣 而是对历史的这个 就为 作为一种知识系统 它的这个结构 这样的一种兴趣 嗯 也就是说呢 我的作品 即使是有关于这个 某一个历史阶段 比如说是关于文革时期啊 或者是关于什么 哪个具体时期的话 那 其实 它的意义并不在于这个叙事 并不在于真的 就是提出自己 我认为历史当时是这样的 或者什么 而是借历史为题呢 可能是 作为一个视觉阐述之外呢 它有一些哲学层面的东西 有一些更广的东西 还有就是 呃 我感觉 我的兴趣点是在于 呃 历史 呃 或者哲学 文学呢 跟艺术的这个交汇点 举个例子讲 就是 呃 有个朋友就说 那 你做书籍史 不是更 不是更广吗 不是 这个这个 更 general 更这个广阔吗 为什么要集中禁书 这么一个题目 呃 那 呃 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 因为禁书呢 它本身它很特别 呃 它有这个受到挑战 呃 受到这个压制 呃 受到禁锢这么一个历史 呃 那它呢 禁书这个现象啊 它就是呃 呃 历史 这个哲学 呃 和政治 和文化 艺术的一个 交汇点 它是集中体现了 这几个东西 如何相互发生关系的 呃 所以这个是我的兴趣所在 呃 这个这个是一个 我没法 很明确 回答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呃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大家都能适应的 适应的一个 一个路径 也就是这个 或 如果 更更广一点来讲 艺术的所谓灵感 呃 艺术的这个想法 呃 呃 来自哪里 呃 那我想呢就是 中国禁书简史 这个书的作者是 呃 谭北方 陈正宏 两位这个 呃 共同合著的 那么后来还特意到这个上海复旦大学去拜访 谭北方教授 呃 非常热情 这也是我心存感激的另外一位学者 呃 那这个就是在 我在阅读中产生的一个想法 还有就是在工作中 有时候在画画 在做一个很枯燥的事 可能会产生 一个不同的想法 就说 嗯 Metal它这个过程 可能 很Organic 可能 可能很这个 呃 有一个很不起眼的东西 呃 出发 你手头可能碰到什么东西了 你眼睛听到什么 事情 或者你翻开书看到什么了 呃 或者你有时候对 对于生活中的某一个事情 你可能 呃 对生活中的一个一个感悟 一个一生长叹 可能就是诗歌 产生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出发点 呃 这个在当代艺术里头 对于这个艺术分类的话 已经呃 不太在意了 呃 你去看一些当代的展览 如果读一些墙上 这个Curator写的这个标签 你就会发现 他们有时候会说 呃 这个作品呢 它跨越了 这个艺术形式的这种分类 它已经不好分类了 那我这个其实还是 我这个分类 如果要分类的话 还可以给它带顶帽子 贴个标签是没问题的 比方说这是油画 你要把它叫做进物画也可以 有人就说哦 他在他在协商一种新的历史画 叫报纸那些 那那说的也挺好 呃 比如说所有这些形式都动用了 它是一个一个计划 一个创作计划 综合性的 现在艺术还是讲究 一个是综合性 一个是介于两者 或者甚至三者之间 呃 它是呃 比如说包括最简单的讲 我的绘画里头呢 呃是像 呃 它看起来有点像摄影 仔细看呢 它有很多绘画过程在里面嘛 那它有里头有一个摄影和绘画 这两种艺术 传统分开的这个艺术形式之间的对话 是吧 那么呃 呃 有一个朋友也跟我说的 他看我那个画的报纸堆起来那些画呢 他说小泽你的那个 你的这些画像装置 那听起来也对 像是一个像是用食物堆起来的这么一种三维的东西 那我最比较好的东西就是说 比较好的这个艺术呢 还是作品呢 最好还是呃 很难分类 呃或者分类分的就是不是很干净 那就那就是那应该是就更有意思吧 呃 呃 可能是可能是每个新的系列开始的时候 呃 呃 或者一个大的像大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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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计划那种呃 呃 刚刚萌生想法 然后开始去做的时候 这个这个时候可能是比较激动人心的时候 但是艺术并不是说 艺术家并不是说这个 呃 呃 一天在那儿 这个苦思冥想呃 呃 或者等待灵感什么的 艺术家在工作室里头工作一天 很多很枯燥呃 呃 很琐碎的事情呃 或者很笨的这个事情呃 呃 恰好呢 我是我 我也很适应 我 我 我 呃 呃 他们现在已经都不在了 呃 我母亲过世的呃 呃 挺早 我父亲是呃 呃 16年冬天过世的呃 呃 所以这个如果要讲父母的影响来说呢 就是呃 呃 他们提供了好的条件 就是让我 呃 家里有一些书啊 呃 然后我父亲 我父亲是教师 呃 呃 他那个 我经常在办公室拿他的粉笔 呃 在那个地上画 我们是 在南方你知道吧 南方那个水泥地啊 呃 呃 但是小时候画出来的就是跟同龄人一比吧 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画出来的东西还都挺下 好像就一下子跟跟同龄人就拉开了 呃 那么有一个事情呃 就是 呃 我我父母工作的单位呢 我母亲在医院工作 然后他们这个呃 搞宣传的出黑板报出强报的人呢 都来找我 就是找人帮手啊 我就是给他们画 呃 这个大几岁 所以我在 在老家很小就就还挺出名的 呃 呃 有一次 后来呢就是 因为我长大那个年代 实在是 实在是营养不良 你看 国学那就是没学多少 这个这个 呃 西方的 这个文化也没有太接触 那时候是六十年代嘛 七十年代都是没有什么东西 呃 也没接触到什么专业的画家 呃 呃 呃 那那就是自己临摹连环画 临摹宣传画 那个年画什么 抓起什么就临摹什么 呃 临摹徐碧红的马啊什么 呃 那个乡下呢呃 骑车到县城去呃 呃到县城去找他自己的美术老师 他小时候的美术老师 这个那个叫 黄智 黄智先生 那找到他以后呢就 就把那些临摹的宣传画 临摹画给他看 呃 那么他就画他侧面 没三笔几笔的画出来就很像 我这一点看说 啊 这是太厉害 太有意思了 呃 然后他就说你就要这么画这个呃 呃 身边的人呀 身边的物件啊 比如说呃 呃 茶杯 暖 呃 热水壶 热水瓶啊 这个这个呃 呃 植物啊 什么花呀 什么谁可以看到什么就是花 但是就是要观察 呃 呃 这是我上的 等于是说到 呃 到已经十几岁了 上的唯一的一课 唯一的一次那个 每几次就是就是 简单喝茶聊天这样子 家里示范一下 说了这么几句 回来以后父母就给我采了一大 一叠那个白纸 也没有正经的什么素描纸 那抓索什么就是 呃 裁了一叠纸 然后弄了一个板 加起来给我弄了几个铅笔 然后我就背着什么画什么 那我就那个 我们当时住在一个小院子的那个 邻居有个老太太 就就请她坐在那 然后要画 就写生 那是没有学过 没有任何基础的人 再画个头像还是还是不太容易的 我现在画起来也可能也还是要很认真 呃 那画完以后呢 呃 这个所有邻居一看 都都能认出来 啊这不是那谁吗 这段经历就是很那个 呃 很珍贵 呃这个是我 对我父亲呢是 呃 是当然是非常的感激 还有他小时候带我去散步 他会给我 给我朗诵一些 这些古代的诗词 像一些这个 他小时候念的这个 背诵的课文 呃 这个一些孔子的一些话呀 呃他他会就有意无意就是在散步的时候跟我跟我讲一讲 然后就他自己是其实也是有点自言之语然后然后再感慨说小时候这个小时候这个小时候读书呢 呃 呃 并不理解 但是要背诵 就是老师要求要背诵那是就学的方法嘛 嗯 背诵以后呢这个在这个长大的过程中啊 呃慢慢慢慢就理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真正到到以后呢 你就明白了 还是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又感慨说那个年龄为什么记东西呃记得那么清楚到现在都能够倒背如流 那么现在为什么呃 什么事都记不住了 那我现在已经到了他当年那个年龄了 就是感觉有些细节情 一些事情记不住了 对我那时候嗯 也不太知道有美院这些这些地方说实在的 完了在上上初中上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当时是呃呃重视数理化 呃呃就是八十年代初 呃那时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呃呃 呃那时候是是尖子呢都是要学数理化的呃呃那时候是正到 这整个社会就那样的风气是吧 那我笑好呢是这个呃呃上学时候成绩又特别好 我那个呃呃呃包括小学的数学竞赛啊 初中的作文作文比赛等等 反正就是就是都还蛮用功 然后这个呃呃在高中就是高考前的数学竞赛啊 所以我是理工科理工科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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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在清华呢呃呃建筑史他有他就非常详细的来学 比如说西方古代建筑史 西方现代建筑史 中国古代建筑史 还有可以选修的课我选修过的这个还有有这个 西方剧场发展史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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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觉得受到的教育也有很多缺陷 很多都靠后来补 我从来不迷信什么名校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 人都靠个人 真的 说到说都靠个人 我刚到Stanford来的那年 他们给我的那个 引导切 有一个仪式 一个小儿庆祝仪式 那么我看那个周围的人都是 什么耶鲁来的 哈佛来的什么的 University of Chicago的什么 原来系主任等等挖过来的 那像学历方面 那清华为算是 所以像在美国的学校呢 都很一般 所以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个人 使命感就 可能怎么讲呢 我觉得我们60年代出生的人 我们的整个人生经历 比较丰富 我觉得经历过好几个阶段 比如说这个 我们长大那个时候 还是这个毛的时代 然后经历过 听说过各种各样的 这个政治斗争啊 这种运动 政治运动 批铃批孔等等 然后到时候来 然后后来80年代我们刚成长的时候 那时候是中国正在打开国门 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幸运 就是80年代初去北京上大学 这时候呢 开始能够读到很多 这个一个是西方的这个著作 重新出版 你看像尼采 弗罗伊德 就举两个例子 这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家 但是又被批 就是文革期间你要读这些 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那个时候呢 那时候就已经能够接触到 沙特这些西方的思想 我们一下子能接触得到 然后呢改革开放啊等等 后来经历的这个八九民运 这些事情就是都是人生 非常非常珍贵的这个经历 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呢 尤其在80年代成长 有一套书就叫我们的80年代 还有一个叫80年代访谈录 有一些就是也是背景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背景 就是80年代那种 整个社会的气氛啊 整个文化氛围啊 都是属于一种很向上的 很这个就是刚刚打开以后 非常innocent 但是又非常理想主义的年代 你看那会儿我们好多朋友都在写诗 那会儿写诗 好像是一个时髦的一个事情 后来就是下海了 那么就一个时代在不断变化 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 有我们这个坚持的价值 还有我们的这个一种要有一个担当 要对这个更大的一些事情呢 参与或者负责任 还是有这个还是有这么一点东西在里面大叹 但是这个东西是一直是在的 我们意思是我认为自己吧 也一直是非常理想主义的 收看我们这个讲座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讲座对你有所帮助 你希望收到更多的讲座内容 请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The highest and the best compliment you can give after watching this seminar is to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Thank you and God bless you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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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